初戀實實在在只有十天 遺憾一個很可惜的初戀 去到喊飲飲的圈子 打算找朋友 找啊 找啊 突然間 嗯? TVB小生何廣佩入行以來聲韻順暢 他會演過很多不同的角色 外形殺死的他有不少女粉絲支持 今次訪問他就大方談及戀愛史和感情觀 原來他的十五歲初戀只是維繫了十天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初戀實實在在只有十天 遺憾一個很可惜的初戀 因為這個女生其實由我小學開始 就已經跟他有些事情 就是小學同學來的 去到可能十五歲的時候就突然間 想有這個轉變 想有這個舉動 就跟了這個初戀一起 不過 為什麼有十天呢? 大家都知道我過了美國讀書 我知道我十天後會去美國 我以為過去玩 我以為我過去玩一個月回來的那些 一起了之後 隔了幾天 家人就跟我說 這次佩里就去美國之後就不回來的了 我說 什麼? 我沒有想過突然間變得這麼快 現在你問回 因為我當年是很大的打擊 雖然十五歲有什麼大打擊 但是對一個剛剛 剛剛情鬥錯開的人來說 如果我知道我不會 表白 不會表白 不會開始一個新的戀情 對不對? 帥哥自然引人注意 不過廣佩就沒有利用外形到處聊女生 最難忘反而是一次到夜店 被女生喉琴的偷襲經歷 就去了中環那些地方 之後呢 我又不熟悉那些地方 我跟著我的朋友 之後 好悶 跟旁邊那個坐了一整晚 因為不習慣那個生活 不知道做什麼 吹水 吹一整晚都沒有東西出去 去到那些叫飲品的桌子 那些圈裡 打算找個朋友 找啊找啊找啊 突然間 嗯? 怎麼搞我後面 我可能 鬥我的屁屁 真的啊 我突然 你搞什麼 我跟朋友在旁邊 為什麼不搞你啊 為什麼不搞我 然後還懷疑有一個女生 靜悄悄陪我 沒有對質 但是有眼神的眼影 大家知道她是那種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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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用什麼形容詞 總之令我很緊張 很Nervous 我就走了 我就跑走了 這次經歷令到何廣佩留有陰影 本身不愛夜蒲的她 更加少去夜店 她直言 喜歡的女生 最緊要是不煙不蒲 還有以下的摘偶條件 如果在外在的話 我會是 看上去是有氣質的女生 我覺得一個有氣質的女生 會令我溫溫彈彈 我見到可能我就會心心眼 或者我見到可能我就會脹胃 或者這樣 性格不能這樣 不可以吃煙 不可以太泡 性格就一定要是同經到討論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很喜歡說話的人 我是一個偏向比較聆聽者的一個身份 我在兩者關係中 我多數都是聽對方說 你聖吧 你說吧 我很願意聽 我很少說去bring up一些話題 或者搞笑的東西 我不是說很幽默 我一直會有些難的說出來 我是一個比較實實在在的人 所以我會推薦一個bidi ba la的女生 她說完就行了 你喜歡說就說 近年何廣佩經常和珠神禮的名字 連在一起 兩個人曾經合作超時空男神和大將元 由螢幕情侶變成非聞對象 廣佩就大讚珠珠符合做女友的條件 她是我合作得最多的女 artist 所以觀眾很喜歡看 所以這幾年都是傳她 都有其他人的 不過怎樣傳呢 聲音都不會夠她大的 我私底下和她都很友善 她是一個挺好的女生 挺可愛 各方面我也挺欣賞 而且我也很欣賞她自己一個人 下來香港聘訪 為什麼不公開呢 差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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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都想知道 嗯 不過我覺得現在 無論是我也好 尤其是Moling也好 其實這個世代 我覺得又不需要說什麼的 還有大家都是 在這個環境下 都是專心工作的 始終現在 很多不同的因素 即是液晉關係 各方面 大家在幕前的收入 也都非常不穩定 其實這個時候 真的想不到這些事情 反而是想著 怎樣維持生計 怎樣繼續生存維延 沒有 真的計算不到 我沒有錢 怎麼計算 很直接的 很赤裸 我沒有錢 我怎麼計算